我們就知道在很多地方有懸空寺 這個地方懸空寺最特別是他在西藏 西藏為什麼特別 他是高海拔四千多公尺 四千多公尺 我要在這裡行走 在這裡生活都已經非常困難了 他有辦法在山壁裡面 鑿出這樣的寺廟 中國有很多懸空寺 但是這個懸空寺是被列為最詭異 最不可解的一個懸空寺 他在西藏西藏邊那個阿里山區 保健康他那地方 海拔最低的地方四千公尺 就四千公尺 在這個整個山壁 幾乎九十度的山壁裡面 發現有這個懸空寺 你看這個一個寺廟 一個寺廟 直接的平台就凸了出來 這個裡面就是有講經論道的地方 裡面是有佛像 是有一些佛經都在 而且一連的是二十四個洞 通通挖出這樣一個方形方形的洞 然後裡面在幾個組的洞裡面 還把這個從橫木這樣坑出來 然後做出一個一個的寺廟 可是這個東西 它其實規模不大 才二十幾公尺而已 跟那個整個橫山的 舞台山是不能比的 可是科學家不能理解的是說 寶劍他是四千公尺以上 他離地至少三十公尺 而這個是因為三千公尺以上 你就會有高山反應了 你的氧氣就不足了 你在登山家在那邊 有時候走一步 你都喘好幾口氣 你怎麼可能找出這二十四個洞來了 在這裡是有高山 容易有高山鎮 有高山鎮 你還做這麼大的勞力 對 你怎麼去找出來 這二十四個的洞 然後找出來之後 而且它下面這些都是松木 都是柏樹 是非常好的一個木頭 你是從別的地方運來的 你從其他地方這樣運過來 你竟然在高山上可以運上來 所以他們就變成是全世界海拔最高 然後這五百多年前 一個神秘的一個懸空寺 可是在整個西班牙山那邊 不是只有在阿里的地方 有在挖洞 更詭異的是 這是紐約時報 特別去拍了一個照片 這是哪裡 那裡是在尼泊爾 一個叫穆斯堂的地方 而且叫這裡 海拔三千兩百五十公尺以上 然後每個洞 你知道這整個懸崖峭壁 上面有一萬多個洞 都是被凿出來的 而凿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覺得神奇是說 因為考古學家 探險家好多人都去過了 從上面到下面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找到有繩子垂掉下來的痕跡 從下面到上面過來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找到你曾經有階梯 有木梯 曾經去搭配 而他們離地至少四十五公尺 到七十五公尺 誰找出來這一萬多個洞 你說在這樣的一個懸崖峭壁上 沒有立足之地 沒有立足之地 我要用人為的工具 他竟然連人為工具的痕跡都沒有 痕跡都沒有 而且是竟然找出了 是竹起來 到現在還是數不清楚 有超過一萬個 而且這一萬個洞都發得非常深 所以這裡面的洞還有洞洞相連 就是這個洞你看他在這邊 可是裡面走一走 可能是從這裡出來的 裡面這洞還是找到這麼深 而且可以洞洞相連 然後最詭異的是說 在裡面找到了很多佛像 很多佛經 可是寶傑他們下面 住了一個是神秘的民族 叫做穆斯堂人 他穆斯堂人 他們過去是跟世界 跟外面從來不接觸的 直到一九九二年 是一個小王國 是藏族的後裔是沒錯的 可是去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也不知道 不是他們祖先挖出來這個洞的 他們自己是說 從古來的時候 祖先就告訴我們說 裡面就有這些佛像 而且是自然生成的 因為他們其實就看到 這個洞穴的時候 他們你看的就是 好像在石頭裡面 混難一體的 就出現一個觀音像 然後他們也不知道 是誰挖掘的 然後就直接在這裡面 所以連自己的原住民 他們在與世隔絕 這麼多年 他們來的時候 就發現這裡有這些外的動物 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所以是誰鑿的 不知道 怎麼鑿的 也現在是個謎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 絕壁上的美麗佛國 這過去我們還沒介紹過 是他在這個全埃教壁上 建構這樣的佛式 建構這個佛式之後 沒有想到 每一尊的佛像 都這麼樣的漂亮 對 保潔正在甘肅天水的 一個麥基山 麥基山是一個非常 傳奇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看它旁邊 四周那個利益盎然有沒有 麥基山本身這座山 有一面它是整個 咸來峭壁 乘90度垂直的 是個絕壁 對 那中國在1700年前 大概1650年前 南北朝的時期 就有人在這邊開了 這個咸來峭壁上 你看這個咸來峭壁 大概有120公尺的一個 重深度 那你必須要搭陰架 或者說想辦法爬上去 去遭洞 你知道 你說每一個洞都是一個念經的地方 對 這個叫麥基山的石窟 它可以著這個石窟 它其實避免 我們講說什麼龍門石窟 那你知道大龍石窟 對 龍甘石窟這類 那這個已經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而且有人用什麼 用世界第八大奇蹟 來稱呼它這個麥基山的一個石窟 第八大奇蹟 對 為什麼你知道 你可以看這面整個90度咸來峭壁上 它打這個所謂的石窟 打了多少 打了194個 194個石窟 對 194個洞 那這個洞很大 你不要這樣 遠遠這樣看過 它如果最大的高寬都各30公尺 這麼大 對 深度會長深 對 很大 很大 你看這個活象有沒有 這個活象 它其實雕塑了很多樣 活象有700多座 大大的有15公尺高 小的大概只有2公分 大大小小很多 那這種麥基山石窟 你可以看它外面還要搭什麼 它所謂的戰道 對 戰道 它這個都是用木頭去搭起來 1650年前一直一路到各朝各代 一直找到現在 1600年前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這種事情 所以他們當地有一個民謠 說什麼 說你要先有萬丈才有麥基矮 為什麼 因為它要把一個藍山 這個對面有一個藍方的一個山 藍山 整個木材砍光了以後 才能搭鷹架 然後去做這些所謂的戰道 因為我都有木頭 我要花多少木頭在裡面 對 而且它石窟裡面 你如果仔細看 它其實裡面的門窗 都是用木頭架子去做的 然後裡面才都是所謂的活象 所以才要先有萬丈才 對 那你知道這個活象 它大概有700多尊的活象 大大小小不等 你說都在洞窟裡面 對 在洞窟裡面 那你可以看這個活象 它有的都雕塑的 非常的那種莊嚴樹木 那裡面有一個叫七火 七火 七尊火的七火 這個不可能是從下面運上去的 難道說我砸了一個洞之後 我要在這裡面把這個大石頭搬進來 我要在這個石頭裡面 在這裡面再來雕刻這些石像 對 所以現在它的行程方式 沒有人知道 到底是雕好運上去 怎麼運上去了 還是說你在裡面直接就 就什麼所謂著山為矮 那整個著山 著空 著出這個洞以後 在裡面用石材 直接就著成這樣的雕塑 它裡面其實有兩種 一種浮雕 浮雕你很確定 它就是在山體上 它就是在山體上 要花多少時間 對 雕出來了 浮雕 那另外這種所謂的這種 整個像立體的雕塑 沒有人知道 是在山下雕好運上去 還是在裡面 直接用裡面的石材雕 那裡面這個北州 這邊一個北州叫七火閣 七個佛的佛坎 它其實是佛閣 但它不是七尊佛而已 它那個七火閣最有名的是 當時北州一個叫李隱信 它其實是一個大官 李隱信的父親過世以後 他為了紀念他的父親 找了七個佛坎在這個山壁 用了多少 用了四十萬人 四十萬人 你想 找七個洞就要四十萬人 將近兩百個洞要多用多少的能力 那這個它裡面的一個佛刊裡面 它其實有一尊釋迦莫尼佛以外 還有很多的觀世音的那種佛像 所以雕得非常 你看每一朝每一代雕出來的 那種形象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講說麥基山 它其實世界上一個石雕 跟那種木造戰道的一個大工程 所以他們把它列為世界八大奇蹟 難怪叫絕壁上的北利佛國 對 這是麥基山的石窟 但其實在世界上還有一個 跟麥基山石窟一樣 齊名的 它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 它是怎麼做出來 是在印度 印度也大概 他們在判斷說這個 如果以現在碳磁設定 大概是一千五百年前 但因為碳磁設定沒有辦法 那個探測石頭 甚至從周邊留下的那些木材 去測定大概一千五百年前 印度一千五百年前在這個石窟 這個石窟叫凱納薩 凱納薩石窟 凱納薩石窟它其實有幾十個 有三十幾個石窟 三十幾個 對 那其間其中有一個石窟 它最威人津津樂道的是 你現在看的這個 這個深度大概有多少 它其實本來是一座山 石山 石頭山 當時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拿了一把鐵水 一個枣子 其實這個移工移山一樣 它去枣山 慢慢慢慢枣 由上往下枣 這個多大規模 裡面深度有八十公尺 寬度 長度八十公尺 寬度四十公尺 一個人怎麼可能砸出來 而且砸得這麼漂亮 對 高度三十公尺 而且你不是砸山而已 你看它要有六百的部分 它必須要砸空 對 砸空以後 砸空以後它 你說如果沒有一個設計圖 怎麼可能砸出這樣 你說震動物是移進來的 而是直接從這個山裡面 直接砸出來 砸出來 把空間砸空 砸空以後剩下的東西 他就會去找這樣 你看看 有佛寺 有佛的那個廟的建築 還有佛雕 佛雕 它裡面其實有一尊 裡面那個佛寺 它單是底下的地基怎麼找 它底下地基用絲枝巷 找成絲枝巷 去撐起那個佛寺 那個佛寺你想要三十公尺 我要雕出巷來 對 要雕出巷 然後這個佛寺裡面就有柱子 梁柱裡面的所謂那個以前印度教的一些 一些國家的故事 全部雕在這裡面 那你看 太難了吧 對 八十公尺深 四十公尺寬的這樣的 三十公尺高 一個人挖的 一個人挖 那有人講說一個人其實不可能挖 挖出來 他可能是幾代的 經過幾百年才雕出來了 這也很難 他們算算說一個人如果這樣好 保潔先雕 然後我接棒 誰在接棒 一棒一棒接下來 但問題產生一個情況 所有藝術家去看 所以裡面所有的雕塑 風格完全一樣 對 為什麼交接 對 完全一樣 那你沒有土 沒有土流傳 那每一個人雕刻的工匠 或者藝術家 風格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雕刻出來 風格完全統一的 對 完全統一的 所以它本身到現在 它是一個米 一個米 甚至有人講說 它其實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東西 它一定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一個 古代存在的一個高度文明 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它是一個外星遺址 有人就這樣解釋 但我們無論如何就說 一千五百年前開始 即使一千五百年前 印度人可以鑿出這樣的一個 大的工程 其實它到現在為止 就是一個米 就是一個奇蹟 我們這邊曾介紹過很多 神秘特殊的建築在懸崖峭壁之間 而現在導演我們看到 這個更誇張 它真的在懸崖峭壁 而且它會隨風而鬥 它是祭拜女娲的 寶傑 這一座廟叫華夏 華夏祖廟 華夏祖廟 對 中國它有五大祖廟 拜以前皇帝的 這個女娲的 女娲他們叫華夏祖廟在這邊 在深山之中 對 這在河北憨丹這一代 它這個山叫中皇山 中皇山各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它那個山體是懸崖峭壁 整個削下來 而且它山體有點像 由內偶外稍微有一個弧度 他們像說像太師儀一樣 有點環抱的感覺 對 有點環抱的感覺 這個廟就蓋在這邊 這個女娲廟上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有一個很高的 一個三層的建築 叫娲皇宮 這個娲皇宮你可以看 它其實你看 整個是閒在山壁之上 其實它並沒有跟山壁整個貼密 它沒有貼在山壁上面 是用鐵鏈拉著 它後面 對 後面其實有拉了九條鐵鏈 拉到這個山壁裡 山壁有鑿的一個洞 各位可以看這個石頭 鑿的這個我們叫酸碼石一樣 酸碼石 它鑿山壁鑿洞 然後把鐵鏈綁在這邊 綁在這邊 另外一邊就掛在這個廟的那個牆上 這個鐵鏈 對 這個鐵鏈 九條鐵鏈 對 對 它會倒嗎 會搖嗎 會搖 很會搖 你知道這座廟 挖皇宮它會搖 它隨著橋樸它會搖擺 對 而且尤其人撥一點上去的話 因為它底下不是打得很好的地基 所以它必須要靠這九條燕子 把它拉住 你人一撥 撥到上面 它整個廟會往前傾 對 但它不會倒 它不會倒 它會往前傾 那往前傾就有這個鐵鏈拉的力量 跟它那個 它那個拉的這個廟的那個牆壁 它的牆壁其實也還有保留一點縫隙 所以它這個會撞擊 會撐住 它有撞擊的聲音 對 會有撞擊 所以鐵鏈會哐哐哐哐聲音會出來 但一千四百年 這座廟是在比齊高養皇帝的時代蓋的 對 到現在一千四百年 河北發生過什麼大地震 到現在 它就靠這九根鐵鏈把它拴住 不倒 有一次那個大地震 它旁邊所有建築物全部都倒了 我們知道河北發生什麼唐山大地震 你說邯鄲這個地方千年不倒 一千四百年沒有倒 而且你看它這個廟 它其實整個建築結構相當大 紅尾它總共有24間建築 135間 算黃間 黃間135間 所以你可以看 它說它整個泰式以環保 你看它旁邊 右邊有沒有 右邊那個山路 那個叫盤山上去 你要走到那邊 要走900多公尺有沒有 所以我看到走到去是盤山而去 對 盤山而去 才能到達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1400年 非常奇怪 風吹 宜打 日曬 雨林 它是木石結構 它沒有腐朽 然後地震不倒 地震沒有腐朽 對 它材料用得相當精緻 像我們以前講鹹空寺一樣 它就是不會腐朽 所以這個地方他們講說 為了以前說這個地方叫中皇山 中皇山是你挖在這邊 這個磚子是親著這樣弄在上面 對 它居然7400年都這樣 這個如果去的話 其實感覺會更深刻 因為你站在上面 你以為是地震 其實不會 人多都是會左右前後搖動 尤其是前後搖動 非常厲害 你知道它是隨時在搖晃 對 但搖了1400年 就是不到 所以他們說 這是一個中國最神奇的 一個建築之一 在泥娃以前說戀死古天 他們也有的講說 這個其實不是靠建築的力量 是泥娃以前不是用戀死古天嗎 它有這種神靈之力 用神靈之力去複佑這個廟 可以維持到現在 有些人 可以別看 那是它的主意 有些人 我們是 我們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